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了 中国经济大萧条 最新消息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二月份的 官方制造业职业今年采购指数 PMI那是相当相当的惨淡了 那就是大崩溃 连续一年了 差不多就是一年了 整年全在衰退空间 而里面尤其是小楼百姓这一部分 那就大坍塌 什么个情况 我们一起来求求看看分析分析 那是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基本上都清零了 另外一头 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 小老百姓不行 权贵行不行 权贵也不行 搞电动汽车的 这个 美国拜登老爷子出手了 出手了 这这次是真出手了 彻底拉黑 彻底拉黑中国电动汽车 你不要轻销到美国来 而这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 反复强调的 美国大选效应 你甭管你支持拜登还是支持川普 两边一边川普不断放炮 你拜登有没有跟中国勾兑 另外一边拜登如果川普这边人气一上来了 拜登也是不能落后的 哎呀赶紧出手啊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啊 彻底拉黑中国电动汽车 这个新闻也出来啊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所以就完蛋啊 都都被盯上了啊 都被盯上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楼市 哎我们重点讲讲楼市 就是最近出台很多利好 那你们我们啊 里面这我们还是重点来讲这个香港 因为香港的天花板 如果香港的房子都不能保值 那你说哪里的房子还能保值吗 对吧 香港出台了这个重磅的救世政策之后 谁知道哎呦 中国共产党又带头跑路了啊 中国共产党带头甩卖香港的房子 拉高就跑 释放利好就跑 哎呀 你说这啥节奏 这就是玩独子的节奏了啊 所以我们详细来看看啊 这个详细情况是 首先是国家统计局PMI啊 就就在刚刚啊 就在刚刚公布出来了 二月份啊 官方啊 PMI49.1啊 49.1比上个月啊 还要更差 还要更差 上个月是49.2 这个月是49.1 那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这个数据啊 啊 这那个数值变化都比较小啊 里面有什么什么房价指数 他公布出来都是什么啊 0.1 但趋势还这么个趋势 就是二月份啊 比一月份更差 更差啊 更差 而里面分大中型的企业啊 大中小型 我们来看 就衰退 这个指数我们都很熟悉啊 因为我们一直有跟的 小于50就衰退 甭管那40多反正衰退 啊 里面 企业规模来看 大型企业PMI 啊 四四五十点四啊 五十点四跟上个月持平 他说号称高于临界点 就大型企业啊 然后中型企业 中型企业PMI的49.1 那就是衰退 低于临界点 然后小型企业 那就是玩犊子了 小型企业PMI 46.4 那简直是大崩溃啊 而且比上个月还下降了多少 百分之0.8 也就衰退再衰退 本来都低于临界点再低 所以是我们看到这里面 就先按照他这个大中小型 这个区分来讲啊 好像比较正常啊 其实在所有的衰退周期 经济体来讲啊 大型企业他相对都比较能撑 好像看上去比较合理 但是啊 这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注了水的数据啊 里面 我们看到首先 我们看到小型企业是大崩溃啊 就像小商小贩啊 小摊贩啊 那现在当然这是制造业啊 但是差不多吧 大家理解这小型企业 就是你们有这个开开开个小餐馆 但他这是制造业啊 当然大家都差不多吧 你就小生意 小生意基本上就大崩溃 都多了个月啊 连续一年都的 那就是典型的通缩啊 这典型的大萧条啊 因为这民营企业 这个体工商户 这小企业占了绝大部分呢 这大型企业实际上在经济里面的占比并不多啊 尤其是就业这一块 所以中国的就业肯定是相当严峻 而这里面我们要知道 这个中国的大型企业跟外国 外国对 外国很多时候 这这衰退周期里面呢 大型企业他还是比较硬撑了 这撑的比较硬了 但是中国大型企业很多都是什么 中国国企呢 中国大型企业很多都是国企 国企有两个问题 一个中国国企要造假 但是基本上是个部门嘛 中国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嘛 跟跟跟我们不一样 跟我们不一样啊 他是共产主义国家 他行事方式就是这样 他他要向向向那边汇报 所以他这个大型企业就究竟 能不能称在50.4也没增长多少 能不能增长在50.4 这些这是个巨大的疑问 那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这个大型企业 尤其是国企 他的普惠啊 我们叫做普惠效应啊 他就比较差 就是他的利益往往集中在一个书记啊 然后到小圈圈里面 底下的这个甚至是中国的公务员 连基层公务员都都是保不住 保不住的 尤其是最近几年 那个说起来什么三环以外不是北京 是吧 这个出了内环不是上海 这个金山不是上海 都都不乐啊 就是这个德性啊 所以他普惠啊 就是他不普惠 他不能让绝大部分受惠 他这个架构啊 所以比外国的情况呢 比如什么韩国也是个很多权贵资本主义啊 韩国什么三星呢 更加不能对整个社会进行拉动 他占比也比较少啊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国企的就业好像就占总就业的百分十不到啊 这很少的很少啊 身边有几个干过去啊 所以啊这就很糟糕了啊 这就很糟糕了 这个数据就相当糟糕啊 而分类指数来看啊 构成制造业的五个分类指数 一个是生产 一个是新订单 一个是原材料库存 一个是从业人员 一个是供应商配送时间啊 全部全部都低于这个50 全部都是衰退啊 而里面我们看到生产指数 比上个月哇那是坍塌了 下降百分之1.5 表明制造业生产活动放缓 那这都是什么国家统计局的原话 我就说他原话 生产活动不生产啊 新订单因为他是同比啊 所以就不要说什么过年啊 这个去年也过年 年年都过年 不就不就今年过年是吧 所以所以没有这么一说啊 然后新订单指数49% 仍然还是衰退 还是衰退 也没订单 也不生产了啊 明白这这才是拉平均的啊 我说小型企业那是大摊摊的 原材料库存47.4% 比上个月还下降 表明大家减少库存啊 在这个因为这个衰退周期的本来经营就很困难了 库存就肯定要被少一点 这个就不要占用他的资金吗 因为库存占用资金 但如果生产很畅旺 哇 不得了了加班加点 这个这个库存得赶紧进来 所以库存也是写 就是他也不是整个就停了 你看也不生产了 也没订单了 也也不被库存了 就就像你开个面包店是吧 不被面粉了 没办法 就这个意思 你你不准备面粉 你不被开个开个包子店的搓包子 那那那不不不不买面粉了 那那咋咋整是吧 那那就没生意呗 啊 这个这个入的货 就进货这一块 你看都不进货了 然后是这个从业人员 四十七年五继续下降 那就是用工仅气度下降 这是统计局就直接这样说出来 那肯定是很差的 用工就不用工都是裁员 这低于五十基本上 他就是在裁员嘛 他就不用工了 然后也不 那当然你也不生产 你也不被库存 也没订单 那当然就就不请人了 最最鬼屌的是这个供应商配送时间 这一块暴跌百分之二 跌到衰退空间 区间 这这表明什么 这是之前前几个月 他衰退是衰退 但配送应该是是快的 因为你没生意 你生意少了 你应该响应的速度是快 他现在这 也没生意 然后响应速度也慢 估计裁员裁的厉害 也就也就人手也少了 然后 整个躺平 整个躺平 给人感觉 就你响应速度 按照来 你生意少了 应该响应的快 你生意忙的时候 响应的慢 这比较正常 那够恰 所以看得出来 整个制造业 现在是大崩溃 就官方统计局这个数据来讲 那就是没谁了 那就是没谁了 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前两天 这个金龙鱼 我们来看一些经济数据 金龙鱼是做油的 跟海天一样 属于它供应整个中国 那刚才说的制造业 然后是这个 我们看看餐饮 金龙鱼的公布了 它的这个2023年的业绩快报 金龙鱼就供应油 金龙鱼在中国油的这个地位 基本上就食用油 基本上就海天酱油 它就供应全中国 这看得出来这个需求 需求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餐饮业 尤其是餐饮业 一般老百姓现在比较健康 油用的比较少 那外面我们这外面餐饮业用的 肯定比家里面用的要多得多 所以它也不会那么节省 或者说它也不会那么精准 就外面做餐饮 所以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餐饮业 我们来看金龙鱼公布 收入都搞不定了 收入下降百分二点三 利润 利润 扣飞机利润下降百分之五十八点五 扣除一些补贴什么的 真正的利润减少百分之六十 就是它一边处以前是促销保收入 大家不赚钱就空赚 大家把生意做起来 现在就空赚是空赚了 反正就促销 但是收入也下降估计也内卷吧 也卷估计都金龙鱼 可能我说了海天 很多人瞧不起海天 那比海天差的 中国到处都是 在拼多多上面到处都是 不像有点条件的 比如移民海外的 那很多这个买个什么有机的 绿色的 中国搞这个很多小老百姓 他顾不上这一块 什么有机绿色 他根本不顾我不管 然后里面说到厨房食品 这个衰退比较厉害 主要是零售渠道 就是餐饮业 餐饮业在衰退 然后金龙鱼也发布了 很多项目的延期 暂时这个项目就不要投产了 比如南州新区良柔食品加工基地 项目一期 还有青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项目 柔知压榨经验和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还有什么潮州 潮州饲料蛋白开发有限公司 什么粮油工业项目 就是这些项目都要延期 不要投产 现在都没需求 所以项目也还在往后拖 项目还在往后拖 设计金龙鱼 然后还在打官司 还搞了十几个亿的官司 所以有点乱套 就金龙鱼这样比较刚性 我们叫刚性产业都乱套 然后说电动汽车 你看现在中国整个经济不好做 真不好做 然后是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最新消息出来 这是猛料 中国电动汽车面临的美国之音贸道 日益严峻的产能过剩 就本来产能过剩了 我们之前分析中国政府拼命的国家战略 然后就巨额补贴 补贴之后现在就太多了 国内是过剩 之前很多地方政府采购 现在也没有地方政府也没钱了 所以就要往欧美倾销 往欧美倾销 那现在拜登就警惕了 拜登怎么个警惕法 他也不是警惕 他就是他有压力 压力来里来的 面临竞选连任压力的美国总统拜登 表示他将采取行动保护美国汽车市场 他去年11月对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这种工会在美国政坛很有影响力 非常有影响力 汽车工人联合会 讲话中国一心想要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 主导电动车市场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我向你们保证拜登跟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就讲了这个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拉这个选票 我们就按照政客逻辑来讲 其实川普拜登 川普当时上台 什么美国第一 然后给中国加征关税 其实都是同一条路子 都是一样的 这些文明国家的政客 都是拉最后他会驱同 就像我们看台湾 南银绿营到最后 他都都说我们是维持现状 就他会驱同很正常 肯定会驱同 在最后他们拿的都是这个选票 所以要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员威廉 威廉就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已经从中国钢铝 其实都不是第一次了 中国搞这种东西 就在国内过剩 然后就倾销出去 什么钢铝 太阳冷 都一直以来都是威胁 欧盟也是这样 昨天中国商务部 也是出来喷美国 就中国商务部喷美国 他一级就肯定有问题 就美国制造业联盟 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 阻止什么 从墨西哥进口低价中国汽车 就你想让墨西哥都没门了 现在就美国已经不是说你从中国过来不行 你想从墨西哥过来都不行 所以你看这一拍板就干 在墨西哥又搞了个场 比亚尼现在全打水漂 这钱全部就是给 反正你中国共产党钱多 给墨西哥做贡献 也是变相给美国做贡献 也可以你说他搞那么多大外宣 给钱在欧美的这些大外宣 这些什么洋人 这个洋连孔 这个唱好中国 这些不是给钱美国 我们也给钱美国 所以他都是做傻事 中国共产党 然后就是这个 所以啊 所以这个华盛顿啊 就就行动起来了啊 华盛顿已经警告北京啊 你看华盛顿现在这样说话的 如果中国试图通过国际市场 向国际市场倾销商品来缓解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美国和欧盟将会采取行动啊 我早就说了 现在人家不是说要不要你中国联架商品 你呀中国试图通过向国际市场倾销商品啊 来缓解你的过剩产能啊 这个我们都要采取行动 现在就是你那些年价商品别进来啊 别进来不要冲击我们的制造业体系 你没意思啊 没意思 所以啊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美国啊 拜登政府啊 对中国电动互联网汽车启动国安风险调查 就说的什么啊 前两天有一个什么信息不能流流向中国 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压中国的电动汽车为首的 不止电动汽车 人家那个起重机都说这个你的信号发回中国去 所以这个东西他就全部中国商品基本上都不用了 除了就你就搞点最最简单的什么搞搞个水 水杯都不行 水杯里面有没有东西啊 就做点最简单 那个可能可能一个塑料椅子吧 啊 这个这个这点东西可能没啥事啊 那 塑料椅子中国优势也不大了 现在啊 所以 就是对中国所有商品可能都会有毁灭性的影响 都不只是电动汽车 就拜登现在这个行动就是 你可以讲他他不是玩关税啊 这早都不会玩关税啊 关税都觉得不好玩了啊 你现在你要进墨西哥进来 我就用到中国零件的全部不行 因为他中国总归他他哪怕比亚迪在墨西哥做个分场 他也用中国的零件吗 都不然都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了 厂也在外面 零件也在外面 啥都在外面 一个中国的成本很高 他就是全拐个第三国 成本也会很高的 他他这样 而且全部利益就会在外面了 工人也在外面了 那中国里面也完蛋了 是吧 所以这都完蛋了 所以就这次就对 以一个什么名义的就是 你这个电动车的信息可能流回 可能采集信息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用这个为抓手一个政策 我们也不是挣关税了 我们也搞关 那他肯定肯定要要认真搞 因为大选 因为大选 所以就这整整个就是这样弄了 然后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个就苹果 苹果把他电动汽车的项目都取消了 就这一块不好做 都不好做 苹果人家都取消 取消了还涨 这个苹果取消电动汽车这一块 股东们都都觉得还还行 就不要搞了 这一块没得好搞 中国跳脚 中国出来批评苹果 中国派谁批评苹果 不中国用贾跃亭来批评苹果 你看中国都急急急急的急眼 贾跃亭是个骗子 现在大家都说他是个骗子 最新的 中国政府拿贾跃亭出来批评苹果 你说你什么玩意 就搞得你说就急的 你苹果都不做 你又是抹黑 抹黑电动汽车 苹果抹黑电动汽车 你说这啥节奏吗 也就是现在电动汽车的这种衰退 还有这种情况 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影响非常大 因为它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国家战略 但这个国家战略就是搞砸了 所以一千到一万现在这个东西就搞砸了 但现在十里三路不换间 所以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楼市 楼市也想说一下的就是许家印 许家印香港楼市 许家印的香港的豪宅被拍卖 被接管 之前接管 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也接管了 许家印的东西应该都是中国共产党 你说有代理人或者背后转了又转 我感觉也是中国共产党给他接管了 许家印的东西 然后这两天香港不是出力好吗 出力好你看谁跑得最快 马上就挂牌出售 许家印在三顶豪宅 什么叫私人花园 布立进十号一阳房 马上挂牌出售 截止时间四月二十二号 你看人家一个多月赶紧卖出去 内部有升降机 有私人游泳池 有大铺路 项目估值五个亿港币 五个亿这还是一栋吧 好像还不止一栋吧 所以就一个别墅 香港的别墅赶紧趁机就卖 所以连香港现在都这样 就出台利好 所以为什么这次会撤纳呢 我们就发现为什么会出台利好 都是让领导先跑 包括中国大陆那些东西 当时我是不是这样说 每次就出台 现在就先让里面按戳戳 就是让领导先跑 所以大家就中香港的物业 确实就是麻烦了 他都带头跑 反正做做为什么 很多资产要处理 现在香港因为很多 中国共产党扣下来的 你比如许家印就一个了 很多的钱钱都要跑的 你比如马云 马云有很多也是不知道是马云的 还是被共产党扣下来的 但是以他名义 他都都要卖掉 所以香港这一波起来 包括中国大陆都一样了 起来就都是赶紧跑 他做中国共产党有这个需要 他要他要 因为香港充公了很多贪官的资产 他就全部我要搞回来 那搞回来其实就是 他都是做一个局 就是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局 刺激刺激楼市 然后看谁跑得快 现在老百姓也跑 所以韭菜不够用 接盘侠不够用 现在都这个问题 全中国这个上上下下 最后接盘侠不够用 你说先这么多 觉得不错 然后打开小铃铛 拜拜